哈喽大家好,欢迎你们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那么呢,就是有一句话讲说 何以解忧,唯有报复嘛 相信呢,每一个人呢,都想要发财 但是呢,每一个人呢,这个发财的程度呢 难以呢,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财运来临之前呢 我们的身体呢,其实都会有一些的症兆会出现的 那么今天呢,最主要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哦 我们身体呢,如果有出现四大症兆的话呢 就代表说呢,你在接下来这个半年的财运呢 是不错的 那么当然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个小财怎么样来啊 中财怎么来啊 还有这是大财是怎么样子来的 那么我们频道呢,会时常跟大家分享 像关于这12生肖的运程啊 一些学学类的知识啊 那么还有一句是说呢 关于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 有一些的APP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的疑难杂症 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 或者是说我们遇到的问题呢 会跟大家去做分享的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类题材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 好,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身体会出现症状的呢 就是代表说,哎,你接下来的产因是不错的 那么这是硬糖发亮啦 还有就是说呢,你的脸颊呢 这个比较红润的 那么我们在过去我们都知道哦 这个硬糖发黑呢 就代表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霉运呢 就会即将要产生嘛 那么在同理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 那你的硬糖发亮 而且有微微发红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呢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说你接下来要走好运了啦 财运呢会持续的走生哦 那么还有就是你的四月运 还有这个贵人运呢 也会持续的变好的啦 那么如果你有发现到你最近本身自己的这个气色呢 是越来越好的哦 身体呢也没有任何的疾病哦 是非常的健康 生活呢顺心哦 没有任何的起伏 由内而外散发出勃勃生机的时候呢 表示呢你最近的这个财心要临门啦 你们的这个气韵呢也是极好的 那么记得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哦 那么你们接下来呢 升光发财 事业进步这些事情呢 在你们的愿望里面呢 都可以去实现的 那么记得千万不要因为一些的鸡毛蒜皮小事与人骄恶哦 还有就是说心里面生闷气 这些呢会产生负能量的 就会导致到你可能会错失掉这一些的机会 那么正所谓呢 就是这个和气身材嘛 所以记得和和气气 你们的财运呢就会更加的弯啦 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这个太阳穴这里哦 它是比较饱满的 而且感觉好像就是有光这样子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代表预示着啊 你们接下来的运气很好的 那么太阳穴呢 它是主这个天二功哦 就是说这个灾二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如果这里发黑来讲的话呢 就代表说呢 你是要走霉运的 那么相反之 就是它发亮的话呢 就代表说你的运势呢 会是越来越好的 那么如果说哎 你们太阳穴呢 是发黄有光亮哦 有这样子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 就代表说呢 你们的恒财运要来了哦 会有惊喜意外的这个恒财到来 那么太阳穴呢 在这个面相学呢 那么它是属于这个肩门的范围内哦 就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说呢 这个婚姻的部分哦 所以说如果说你们太阳穴饱满的话呢 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说你们个人的婚姻呢 是非常的幸福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自己有没有这一些的迹象 身体的这些征兆了 好不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讲是眉毛 还有这个耳朵呢 发痒的哦 那么一般来讲呢 眉毛生的好多人来讲的话呢 他们面相呢 基本上呢 都是不错的 那么记得呢 是左主才右主受的 所以说当你的左边的 这个眉毛如果有发痒的时候呢 就代表说呢 你最近的就要走财运了 那么如果呢 是右边的眉毛痒的话呢 就代表说 哎你们的身体呢 就会恢复健康 也代表这是征兽的 那么我们讲说 哎耳朵痒要怎么样子去看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男左女右的定义去看 也就是讲说 接下来我讲左耳代表什么呢 如果在女生那边呢 就是代表这个是右耳的了 所以说大家呢 记得自己去调整一下这个思维 那么如果是男生呢 你们在左耳养的时候呢 就代表说呢 你们是要走财运的啦 买彩票会中奖 打麻将会赢钱等等 之类的事情呢 都会有可能发生 或者是说呢 一些的意外制裁的到来 那么幼儿呢 则是代表福气 那么在女生呢 就是在左耳 就代表这个福气的 那么幼儿养呢 就有升职加薪的机会 或者呢 是家里面呢 要添人口哦 等等这一些的喜事即将降临啦 那么第四个呢 是身体会产生的变化就是呢 头发突然变黑 突然有发亮的这一些征兆哦 那么这一些呢 就代表说呢 是你都要走好运的 因为头发呢 在相学之中呢 就代表一个人的精气足不足哦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么你如果说 你的头发呢 有变黑啊变亮啊 就代表说你的运气呢 也在开始有转变哦 就是变好了的意思 那么往往呢 我们会知道呢 其实我们的头发呢 如果说你要它 这个乌黑浓密啊 往往都是跟我们自己 本身的气血是有关系的 那么如果你近期呢 有发现到你自己的头发呢 变黑变亮变浓密了的话呢 那么就代表说呢 你的气血是旺盛的 那么你的运气呢 自然而然呢 就会越转越好的 就好像平常呢 我们会看到有人讲说 啊你今天荣光晃发哦 那么荣光晃发呢 就是只代表说 啊你唇身看过去 你的气场呢 都很好 当然头发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啦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你要做好这三点 就是关于这个小财 中财 还有这个大财 那么你们的财运呢 就会更加的弯 或者是说呢 是怎么样子来的 这所谓小财靠情 中财靠德 大财呢 就是靠这个命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一个说法呢 一个人呢 那一生拥有多少财富呢 其实往往呢 很大的几率呢 都是靠自己去做决定的 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 小财靠情哦 那么在民间呢 就有一句话 勤劳勤劳 一难死保 懒惰难民 日子难过 其实只是我们去想想的话呢 确实是如此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就拿这个 盗农来说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春天 跟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你有努力去跟踪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在 秋天的时候呢 就可以得到丰厚的成果呢 丰厚的果实 那么是不是赚到盆满博满 其实呢 是有道理的 想要好的生活呢 其实呢 就要靠自己的这个群劳 那么往往呢 群愤的人呢 也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去实现目标 收获成就 那么你要相信呢 无论是在这个世界 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呢 只要你努力的付出的话呢 你到最后呢 都可以看到成果的 还有在这期间呢 就是要努力的提升自我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你们赚到钱的了啦 那么宗才 我们前面有讲到呢 就是靠德嘛 对不对 那么在宋代呢 就有一个叫做胡虹的人 他们就有说过 有德而富贵者 趁富贵之事而利物 无德而富贵者 趁富贵之事而禅身 那么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只有德行够厚的人呢 才能够承受大富大贵 如果呢 德不配位哦 就是说你追不上你的这个 你自身能力呢 你跟不上这个财富的脚步哦 到最后呢 会被财富所累的啦 那么我们纵光古今哦 其实那一些大富大贵的人呢 他们都是时常在积德行上的 那么这样子呢 才能够帮助他们呢 行稳自远 让德行照亮他人的同时呢 也能够照亮自己 体验最精彩的生活 因为机后的才能够得到财富的啦 那么我们讲说大财靠命哦 那么很多人会讲说 啊是不是我命中有财 我才会有财哦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去做一下讲解了 那么在古时呢 就有一本书叫做这个 厚汉书哦 在里面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句话 天下皆之取之为取 而莫之余之为取 那么在现在的时代 现在的世界里面呢 胜而为人呢 很常人家都会觉得说呢 得到我手上的东西呢 才是属于我的嘛 对不对 但是却不知道呢 付出与给予呢 才是真正的得到 要知道 谁要是愿意捨出自己的财物呢 才能够得到全世界回馈的礼物 世人呢都是爱财的 但是你的命中呢 有多少的财富呢 世人皆爱财 可是呢财呢 其实就在我们的命里 你命中有多少的财富 其实就看你付出的多少 因为管种福田 就会财富无量 一个人的运程好坏呢 其实呢 是受很多很多的条件的影响的 比如这个环境啊 比如你的思维啊 比如你自己本身的磁场啊 还有就是包括情绪啊 这些呢 都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财富的 但是呢 往往财富来之前呢 其实都会出现一些的征兆 那么我们呢 如果可以提前知道 哎有哪一些征兆呢 是代表说我们的财运要来了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去准备好 做好心理准备 去抓住这些机会的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 必定呢 可以为自己串来一笔不菲的财富了 好不好 好 那么今天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都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见 见面 就 avec大家 先见 我们下集见 在这里 那只再见 我们下集见 看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